家裡如果有過程庭的話 就其實是不一樣的 你說什麼 你跟我說什麼 你跟人家 我跟人家 我只是跟你們介紹這個選手不一樣的 可是這不是我的話 但不是我的男生 我跟人家 我跟人家說什麼 你跟人家說什麼 你跟人家說什麼 就是我跟人家說什麼 可能不是你們的 你說這很差 我不爽你 真的 你說這一點 蛤 不爽 是不是不爽 可以了 為什麼是不爽 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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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爽 你跟人家說什麼 不爽 沒有 這是你們對我 不喜歡你 那我 我跟人家說什麼 不爽 所以我就會很嚴重 我跟人家說什麼 第一 我沒有不喜歡你們 然後再來是 我真的不爽 但你們都不喜歡 那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沒有不爽 你跟人家說什麼 那你不爽 那你不爽 你不爽 那不爽 你直接講這句話 我是不爽 不爽 是不是 你不爽 是吧 如果他現在不錯 沒關係 沒關係 我現在都搞不爽 沒關係 我現在都搞不爽 我現在不爽 我現在很會 嫌犯大声嘶吼因为行凶过程中遭辣椒水喷洒痛的哀嚎 但伤得更重的是这名25岁灵性店员 他遭柴刀砍伤十多刀浑身是血 右手臂断臂差点被砍断 紧急送医手术接回 而犯案的两名歹徒 其中一人搭着赤膊还能自己走上救护车 过程中只见他依旧气愤难耐 双手上铐 两名嫌犯持刀闯入犬舍行凶 还将店员砍成重伤 又前置可能是断臂被截肢的部分 我们终于当中有发现他的生命真相 有一度不稳定的状态 事发地点就在彰化园林这间贩售宠物的犬舍 前一天晚间七点多 两名嫌犯持柴刀及狼头来到店内 先对三名店员喷洒辣椒水 接着又持刀挥砍 其中一人手臂差点被砍断 两名女店员则被辣椒水喷洒 嫌犯公称 他们从宜兰到彰化购买贵冰狗 不满店员服务态度不佳 还被挖苦 二次上门愤而行凶 但警方对此说法感到存疑 目前将人带回 以杀人重伤害毁损罪嫌 移送侦办